蝦多士 這個蝦多士以前是用來做胃口酒席菜 都是用一隻大八至十二頭蝦來做 坊間那些就用蝦膠來做 蝦膠很多都在茶餐廳或者小館出現 因為那些成本比較低 我們是養大蝦其一是跟傳統企業 我們就不計成本 首先我們這些蝦多士的蝦 是簡於印度白蝦 就用八至十二頭來做 蝦比較爽口達殺藥 我們這些麵包呢 一回來就放入吉凍櫃 就冷藏它兩個小時 就拿出來切 抄一抄麵包的水器 讓它少一點水炸出來就更加鬆脆 切好之後就在一邊塗上牛油 讓它炸的時候就鬆脆些 香些 營養了西餐的焗芳包的方法 這些是我們自己間公司做的 一些冷藏出來的 炸蝦多士就一定要用白油 生鮮油來炸 如果用黑油呢 炸出來的蝦比較冷油 黑身 炸蝦多士的時候呢 就要用三成的油溫 就蝦向下 開小火慢慢吊著 浸一分鐘左右 有些師傅是會關火的 一關火呢 它那些油就會吃下去 就比較冷油些 所以說一定要吊著一些火 不要讓它吃油那麼厲害 現在滑鍋呢 就可以逼出一些油出來 為哪些油氣 待會兒 真的要吊著